Hello 各位歡迎收看合輝的頻道 上一段視頻就和各位介紹了一下潘嶼的沙灣 今天我們就說一說旁邊的順德 至於這次的順德有什麼好說呢? 就是清輝園 清輝園應該不少觀眾都聽過或者去過 順德的地標建築 大量的舊城區基本是以清輝園為中心建的 我們要去清輝園 首先要做些什麼呢? 肯定是去大量 除了自駕車 佛山地鐵3號線的中樓落車是最接近的 去到門口 接著要做些什麼呢? 肯定要買票 現在買票就很方便 數個碼就可以 但是記得一定要在官方平台買 因為清輝園的門票就不只要15元 如果你去其他網站買 那些網站可能會搭賣其他服務 很貴成倍 我們有了門票之後要怎麼做呢? 當然要在大門口進去 但是清輝園的門口就不在清輝路 清輝路那邊的門口是出口的 要在側面進去 買了門票之後 拿個二維碼過機 就可以直接進去 很方便的 清輝園的介紹 我覺得這麼多位親自來到這裡 看到資料是比較準的 清輝園的一段影片 我就會結合我以前去過的園林 和大家來這裡分享一下 讓各位對這裡的印象 就集體一點和生動一點 在廣東地區有四個比較出名的園林 叫領南四大名園 分別是潘儒的余蔭山房 東莞的可園 佛山的良園 和順德的清輝園 其中順德的清輝園是 這四個園林裡最大 最精緻 最美的一個 也是唯一一個包含著所有領南園林要素 還有裏面都保留著最多的古建築 所以清輝園又被稱為領南四大名園之首 但是也是因為以上這麼多的優點 令到清輝園 加上反而成為觀感最差的一個 為什麼呢 因為人多嘛 你們都看到 一段影片裡面 那些人逼人的景象是很多的 而且我拍這條影片的時候 就是星期五 都未真正到節假日 就已經可以逼到這樣了 你說 沒理由每個都在星期五 半天就可以休息 所以現在真的很多人會過來清輝園打卡 節假日 要過來這裡 就真的要認真地想清楚了 園林在中國建築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因為一個園林要包含很多東西在裡面 其中最有影響力的肯定是江南的園林 絕正園為首的那些江南園林 可謂中國園林裡最亮麗的一張名片 匪聲中海 所有人提起中國園林 基本上就是會想起他們先的 而相比之下 中國園林另一大派系的領艦園林 就失色很多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園林最開始都是那些帝王用來 玩啊 打獵的花園 慢慢就演變成 士大夫都有資格做給自己 再到後來 只要你錢夠就有園林 江南的園林也是比較早出現的 而且也是遵從中國古代的皇家設計 就是很重視整體的格局 強調和戰環境的協調 那領南的園林 最早都是明朝才有 多數是清朝才出現 你們都知道廣東一直以來都是屬於那些 山高皇帝宇宙的地方 上面很多東西在這裡是不通的 當時起園林 這裡就沒有跟足以前那套 基本是依照那個建造者 或者那個屋主的個人審美和喜好去建 加回一些領南獨有的元素下去 順德作為知名的領南水鄉 在大量的清花園自然 就不會表現很多關於水鄉的元素 而且關於水的題材 在這裡佔了很大的比重 無論是入口處那個巨大的噴泉 不只是園裡面那些大小不一的池塘 或者人工瀑布 這個被稱為領南四大名之首的清花園 它的每一處建築 都發生出很濃厚的領南水鄉工程 所以我跟你們說 你們其實是不用去復選的 來清花園就可以了 看看這裡裡面的水池的小水島 裡面一排一排的錦泥在這裡 是這樣穿梭的 而且還有一些水鴨 還有像豬三角的秘馬一樣 河沖繩網的魚塘蜜布 這些水景就串連在清花園的每一個區域 構成了這裡的整體景觀 還有這些所有的景觀 也都會構成一個完整的水生生態 你在園裡面走 其實會發現自己好像去了那些豬三角的郊野一樣 但是當然啦 人多的時候 就肯定應該是沒有這種感覺 不過 在清花園這裡 所有的祠堂都是人工建築 不同的 有些江南園 真的會在河道附近 去設計那些東西 然後直接引水進去 但是 就正是因為這一樣 所以可以看得出 以前廣東的工匠 在技藝這方面 一點都不會輸給那些 帶有和家性質的江南手藝人 其實我覺得廣東工匠的手藝 確實是比北方地區那些精緻很多 只不過是不能進入宮廷那裡 在這裡 即是在清花園裡 你會看到很多代表廣東藝術的東西 還要是比較討厭那幾樣東西 首先就是木雕 清花園的每一座建築 每一條的走廊都會用木雕去點綠 而這些木雕是有複雜的 有簡單的 所有的樣式都是領藍的風格 而且是有很多的鳳凰在上面 那為什麼呢 因為大糧叫鳳城 兜口兜面告訴你 這個圓林在大糧那裡 木雕這些東西 雖然很多都是用在建築上做裝飾 但其實我跟你們說 在廣東裡面都是玩木的 玩那些生歐歐的花草樹木才是厲害的 就好像這些圓景、盆景 即是我們所說的樹仔頭 它們每一樣都是很精緻的東西 因為一個盆景 它是以植物為主體構建的 有山有水的生態 你要整個造型出來 還要不可以整死那盆植物 這些手是差一點都是不可以的 清徽園裡面 就很多這些樹仔頭 而且是特別大的 那些架山 都做得特別真 有些有青苔 所以你在這裡千萬不要多手去摸一下它 因為這些東西 它就不是文物來的 但是那個架呢 估計都會跟那些文物差不多 在清徽園裡面的文物多不多呢? 那就肯定多了 清徽園裡面每一個建築都是文物來的 所以在這裡走 你會有那種古色古香的感覺 因為其實真的是那種真實的文物 和現代的東西很容易感覺到出來 那這裡有沒有什麼獨一無二的文物呢? 你又感覺到那樣東西是什麼呢? 其實應該是沒有什麼人會知道是哪樣的 其實是這幾塊玻璃 這幾塊東西是關於舊陽城白景的玻璃 清朝那時候造的 廣州自己的那份就已經沒有了 整個廣東就是在這裡找到那一份 我剛才好像說起 清徽園這裡是有玻璃的 但是為什麼中國的原林會有玻璃呢? 玻璃這些是屬於外國的東西 為什麼會有的呢? 那樣東西就正是領南圓林和江南圓林的最大分別了 因為領南圓林是會有西方的元素在裡面的 其中玻璃的運用呢 就是領南圓林的一大特色 清徽園裡面真的很多東西都會用玻璃 因為清徽園是在嘉慶那時候建的 那時候廣東就已經和那些西人打了很久的交道 所以那些工匠在清徽園的時候都會用西洋的技藝 雖然清徽園是有很多中西融合的元素在這裡 還有要一個大量的水景 來彰顯順德的領南水鄉工程 但是怎麼說都好 清徽園這座領南圓林其實都是中國圓林的其中一種 和江南圓林的差別再大都會有一樣的地方 就像這種借景的建造手法 就是江南圓林和領南圓林都有的東西 就是窗是空洞的 你可以透過這個洞去看到窗後面特定的景物 好像就是看一幅畫的樣子 這個東西是你在現場會比在這條影片 更加漂亮更加震撼 所以有借景的地方 在清徽園裡面是最多人拍照的點 畢竟做畫中人是挺有私意的 但是真的要排隊 除此之外 清徽園的陶瓷和灰雕都是挺漂亮的 灰雕多都是用來點綴花盆和門框 總體就不大 規模也是很小的 而且多數是自然為主 沒有什麼關於人物和動物 而這裏的陶瓷都是石灣的 在以前的廣東地區 用得石灣做的陶瓷 而且還要做裝飾 通常不會是普通建築 但很可惜的是 清徽園關於陶瓷的元素 不太多 頂多是做瓦片 和裝飾性的瓷瓷 畢竟這裏主打是山水 既然清徽園的山水 真是漂亮得不像樣的 你們在清徽園看水 拍水 甚至玩水 記得要小心點 千萬不要掉落水 特別是去架山那裏 那個大的架山那裏 那裏 千萬不要急 這個架山真是正常 很難過的 因為實在太漂亮了 架山下面的石仔路 是單向的 記得不要走回 重新的石仔 其實很小 雖然這裏表面沒有青塘 而且還做了那些 架面 讓你很放腳 但是要慢慢走 在石仔上面 就肯定會有人拍照 還有 你上去 你總是會 叫你的粉絲 或者一天來的人 幫你拍照 大家盡量去拍照 但不要去推,或者去吹 畢竟在這些特別美的景觀面前 每個人都想留著這一刻的美好 除了這些別致的山水景觀外 清徽原裏也有很多展示傳統的東西 這些都是中國原來都有的東西 就像一些字畫之類的東西 以及關於科舉的展示 因為其實去到明清時代起源 大部分人都是種過科舉的 看看種到什麼級別 清徽原以前的主人種了狀元 所以會有狀元堂 裡面都是展示了關於科舉考試的東西 甚至會有展示狀元食的東西 即是你高中了回家時的菜譜 真是純得什麼東西都是跟食物有關的 幾千年都是這樣 這個有山有水古色古香的原林 在今時今日真的有很多人在這裡 但是其實這麼多人在這裡打卡都是近一兩年的事 因為清徽原加下的熱度其實不是來自廣東四大名言之首的稱號 是尋味純得這個IP在大量必打卡的一部分 所以在絕症原上你再多再逼人 在裡面也會看到有人在那裡畫畫 清徽原這條影片到這裡 你看得最多的應該都是看到那些在這裡自拍 忍賞的人 按照我以往的慣例 就是我會直接建議你不要過來這裡 但是我今次就真的推薦你如果是大量的話 真的要過來在這裡逛逛 那時候我去蘇州當地的人就說過一句 如果你去看原林 其實直接去絕症原那裡看就可以了 你看完絕症原就不用去那些什麼網絲園、林園等的東西 因為絕症原是包含了所有蘇州原林的元素 也是最大最漂亮的那個 其實清徽原這裡也是這樣的 其實看了清徽原都不用去看廣東其他幾個原林 因為最漂亮就是清徽原 你避開那個人樓高峰蓋是在那裡繞一下的 真的挺好 最好有九點半過來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裡九點鐘開檔做生意 你九點半前之前過到這裡 除了可以離開一大堆人樓 可以在這裡慢慢走慢慢拍 還可以在這裡感受一下這裡的女與花香 因為清徽原是大量裡面最多大樹和古樹的地方 這裡有很多小鳥 你一早來到這裡就只會聽到小鳥在這裡叫 而不會聽到其他遊人的圈蛙 整個遊園的體驗感都會好很多 好 今次關於青花園的介紹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就可以留言給我 希望你們也可以點讚和分享這個視頻 還沒訂閱我的頻道就記得訂閱一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If you know what 太天心了